最卑微班主任,高考后被全班群殴,网友却演红了。 其实,这位和学生打成一片的老师小有名气,名叫王玉,是吉林松源一名高中班主任。 除了欢乐球事外,王玉还为全班同学准备定制款毕业礼物,另外送了每位女生一只口红。 学生攒三年知识用高考上,王玉攒三年工资用高考前。 三年的相处时光,塞满了王玉的视频主页,也让他在抖音上收获300多万粉丝,累计获赞4000多万。 毕业虽有不舍,但王玉的付出没有白费。 今年高考,全班基本都过了二本线,网上走红后,王玉也开始收到质疑。 可能以后,当同学们生活碰壁时,会想起老师在这三年里,用心传递给他们阳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。 也有网友表示,王玉老师这些似曾相识的场景,记下了青春的模样。 高三毕业生的车一到站,王玉老师也将原路返回,迎接下一届学生。